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人说他帮唐僧取到了真经 封了斗战圣佛 从此留在了灵山 也有人说 那个成佛的根本不是他 真正的他早就死在了西行路上 还有人说 西游从来都没有发生过 他只不过是说书人杜撰的一只猴子 他只不过是说书人杜撰的一只猴子 是书人杜撰的酒坛 不知道里面他有没有存酒 别馋了 误了事 小心咱们两个被灵虚真人拿去下酒 大哥 上门口那边好像传来些响动 别以神秘为大 我大哥在这儿把手 哪个不识想的回来找死他 这些狼崽子看见 别以为就能过了老子这关 不好了 有个毛领盒上闯进来的 来者何人敢来此处饶我清修 又是只猴子 施主不如放下棍棒 你也帮我学点佛法 如何 救我 这些狗鬼 救你 哇 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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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走 你 莫非就是大王说的那个 天 走 快快快 跟上 小猴子 你惊动了这儿的妖精 再往前走 可要万万小心 小猴子 来这边 这儿 这儿 看这儿 小神 是黑风山的土地 在此候你多时了 小 成小 再往前走就是观音禅院 当年也是香火鼎盛啊 这可惜 那场大火哟 后来啊 这禅院又被重建了 可人心 若是烧没了 修好一座破面 又有什么用呢 小老儿先走一步 等你过了前面的战道 咱们自会再见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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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点 快点 你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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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出声 小心惊动了那条大狗 后院内似是黑风怪的道友 自称林虚子 以你现在的道行 恐怕糟了 小猴子快逃 还来得及 你若进了这道门 便回不了头了 小猴子快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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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猴子快逃出三界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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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공acks inde穿下 小猴子快逃出三界之外 可悲的奇惊人哪 只要心中还有放不下的偶像 终有一天他将化为修行路上无解的业障 其他的华 搖擺 准备 幹你 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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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抓住 你 我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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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I do you d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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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K 独播剧场——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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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斋念佛 诵经打坐 又有几个真的心如止水 清静无畏 你看看 这大风大雪的还要这么拼命 一定也是为了那个玩意儿 你来之前 我算过一挂 你猜猜写的是啥 动不如镜 有才无命 既要送死 也不拦你 小西天土地在此恭迎天命人 爹 雷 尽量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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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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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打破了 不准备 还记得鱼兰会上 世尊说过终生之苦 多因不守纪律放情纵欲 要我说放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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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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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光学洞服啊 这个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 技术不新了 现在基本所有的项目都在用 但是成本还真的不低 几年前我们还是不太用得起的 小团队嘛 出去租棚 开机费大几万的 一天数据下来 十几万是跑不了的 当时的游戏 也不需要精度那么高的动画资源 风格也不一样 我当时就说 现在既然这么多人关注了 干脆就咬咬牙 自己建一个动物棚 起码可以省一下开棚的钱 也为后面做一些技术积累 但后来发现还是想简单了 你想啊 动物演员都是人 所以最合适的动物对象 只能是和人类一样的双足角色 这问题就来了 咱们从小都看过很多的中国神话 厉害的妖怪 都是由动物修炼成人型的 动物可不是双足型啊 四条腿的动画效果 该怎么处理呢 大概在两年前吧 然后我还在波斯顿研究飞钢铁仿真 回国过个春节 永光听说我回来以后呢 就到深圳来找我吃饭 在席间他就问我 说我们有没有可能自己研发一套 不同于Motion Imagine的 四族动物的动画解决方案 那我们知道以往其实演员都是听机器的 那我们现在希望呢 是不是让机器来听动物 大概的思路呢就是我们海量的去采集各种四族动物的随机的动物数据 然后再通过机器学习和补件算法 再加上人工的反馈 我们能够不断的去迭代 最终实现在引擎里边 能够模拟任意四族哺乳动物的复杂行为 我觉得这个想法还OK啊 只是当时我也不是这个研究方向 那后来呢 我们聊了一些有的没的就走了 当时其实有一些话没敢讲透啊 我觉得他们有太多基础问题都还没有搞定 现在谈这个太早了 四族动物呢在全球范围内 都是一个没有成熟的解决方案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布置卖得太大了 演员动不出来的数据 重定下很困难 几乎没法用 后期黑症等于冲作 一看建盆的钱都砸下去 大部分时间都还个人那慌着呢 那里确实很大 后面有一些机缘巧合吧 也有一些我自己个人的因素 最终还是选择回国加入一些科学 四族动捕的这个问题 也就成为了我入职以后需要解决的 第一件最为核心的公关课题 哪点 happening 有点忍督啊 有点忍督五十份 好的 猫狗的舞都是完美的猎手 几乎没有什么天敌 他们的动作优雅矫健 而且行为模式高度不可预测 是绝好的捕捉对象 为什么大家都把猫叫做猫主子 是因为它们其实没有被完全的驯化 你想让它们像人类演员一样 去做出预先设定好的动作 不好意思 基本上没成 我们大思路其实也很简单 主要还是依靠数量 我们会布置好一个场地 让每只猫可以随意行动 它想怎么动它就怎么动 我们全部把它如实地记录下来 当然我们偶尔也会做一些简单的引导 但主要还是看猫主子当天的心情怎么样 这个思路看起来很粗暴 但其实背后的技术难点也不少 首先第一点 自研的动物软件肯定是逃不掉的 这里面包含了一套精确的四足动物骨骼 以及高度定制化的骨骼重定向方案 你不要看这些小家伙平时活泼好动的 你真要它们上班 它们还是会摸鱼的 所以我们在给每只猫穿上动物服以后 最多最多连续工作15分钟 起码就要休息一两个小时 这没办法的 这些数据基本上都只能靠运气 这些数据的存费比 我想一想 大概是1比60左右 百分之一百分之二最多了 这些经过严格筛选的打点数据 当天就会发送给我们深圳的超参中心 我们在那里租用了很多的CPU 运行了一套我们自主研发的运动模拟系统 代号叫露 这外面也没什么神秘了 这核心就是一套基于神经网络的专用算法 通过物理解算和动画混合 在各种复杂的虚拟环境下面模拟和学习 这其中就包含了坡度落差摩擦和阻力 不管有没有新的数据 这个系统都在24小时不间断的训练 那这些训练的数据 通常会在第二天早上上班的时候 就回传到我们这边的服务器 由我们这边的动画专家进行评估和打分 那露在根据这些人工打分的结果 去修正之前的参数 就一直重复这个过程 补数据 吃数据 模拟 评价 调参 最终的目标我觉得 应该是大部分的世主基础动画 可以不经过动画师的后期修训 策划根据需要 就能快速地配置到合适的角色 没有印象 目前我们这个系统里面的参数 大概有70万个 毕竟还在不断地增加过程当中 我估计未来最终可能会超过100万个参数 很多看似高不可拍的技术打版 真正缺乏的 其实就是下地干活的耐心 有些一开始就说这个东西太难 太贵 太麻烦 别人能做 是因为累积了几十年 我不行 我不配 我们从来不信这个鞋 前半年才刚刚起步 东西还基本上没法看 但是好在最近开始有了一些新的进展 我觉得可以叫做阶段性的成果吧 我不是说阶段性就说 我不是为了 我不是推荐的 哦 我不是说 那儿都能做 我不是说 我不是说 你就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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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基于外卖行业的大数据去分析不同国家人群的饮食特点和人类基因图谱之间的关系 起码有超过17个不同的味点 对于一个人爱吃什么样的食物有非常强的相关性 我倒是就和你说了 既然研究结论这么明显 那干脆我们就咬咬牙 自己来打通上游供应用 把买不到又吃财的问题一次性解决了 所以我们基于亚洲人的口味偏好和健康指标 先从源头选择最合适的天然食材 再用更科学的方式进行人工与种 这个事情呢 前半年才刚刚起步 东西就会没法吃 但是好在最近有了一些新的进展 我觉得可以叫做阶段性成果吧 山海半生飘泊 一夜孤中 大喜 大喜 天地梁是 大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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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嘴 这儿 好蠢能行 快些走 快来快来 他们到了 又不是三姐姐你成亲 这么着急做什么 叫你编排我 今天我就收拾收拾你的小皮子 好姐姐 就饶了我吧 来了来了 新闻官来了 我来迟了 妹妹们久等 我当母亲日丝夜想的 是个什么俊俏郎君 怎么生得这般寒丑 嘴脸是有些阿渣 不过母亲喜欢就好 丑是丑 听说以前倒还有些本事 为了抓她 母亲的家传宝贝都用上了 可是费了老了劲 二姐姐真是秦锦 捉的好东西 也不先让妹妹们尝尝 妹妹好大的气息啊 母亲心心念念要嫁的人 少根植头 咱们都没好果子吃 嫁了她又有什么用 我们还不是一辈子 守在这鬼地方 连你也不小弟 想看 就去钱豆干 我说妹妹们 这还没开始心理 你们就急着要闹喜堂了 不过是母亲修炼用的精元 我们那别仓那没用的心 姐姐 人我就交给你 一路辛苦了 姐姐 母亲是老糊涂了 妹妹们又不小的事 难道你也看不出来吗 你就当心疼心疼母亲 也是我们做儿女的 几次本分 我何尝不心疼她 她数十年的病根一直好不了 正是败这蠢物所赐 不恨就罢了 还这本作戒自己 我 我是演不下去 有些事情不看对错没仇 更不论强弱输赢 都是机缘巧限编织的宿命 姐姐 你我当时都未出生 不曾见母亲用过的情 自然 也参不透她今日的痴心 师伯那边 走一步看一步吧 借来的福分 能多享一日 也是好的 你 随我来 前面便是母亲的栏房了 这里有几句话 要叮嘱你 母亲平日里都是好的 唯有吃饭时 只爱独享 千万别去沾惹她 还有 别细看她的脸 尤其是眼睛 姐姐 不能再耽搁了 我的话 你可要细细记住了 快去 别误了时辰 来 别误了 我再回来 我再回来 细细看 好 esc 情深却不守 管他虚情假意 化落水死 哥哥 你让情深当得好苦啊 无可求 该尽扫西风水无有 天上果然不是人过的日子 能回来就好 姑娘们 排夜 独立小桥等风满袖 去年此门依旧 夜灯未君流归 来风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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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快走 快走 trên 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